赵远 当总吩咐 从今天开始 没收你的豪车钥匙和银行卡 希望你好好工作 这是今天面试人的资料 别开玩笑了 刘秘书 我 游戏机也交出来了 哦 嗯 你也是爱面试的 我也是爱面试的 如果还没到时间 就找个地方打发一下时间 嗯 嗯 不错 我也来吃这个味 看咱俩这么有缘 我跟你说 今天说这个公司老板 是个刚刚继承家业的公子哥 说这些大少爷 哪里懂得什么管理公司吗 整天只懂得吃喝玩乐罢了 我只要用一点理想技巧 就能通过面试 不出三月 我就能坐上经理的位置 是吗 哎 你别担心 叫我一声家伙哥 带你吃香喝辣 哼哼 那个 我可喝辣 倒杯咖啡球 哦 行 来 记得 三分糖 不加奶 嗯 行 来 哎 你看那个人 我来军心调整过了 那也是汤式其他 的左宝右帝 张庆 只要在他面前留下好印象 那咱们以后的工作 顺风顺水 等着吧 看你家伙哥 在哪里呢 哎 太甜了 不是说三分糖吗 重新摸下 哎 张经理 那个 我是今天的面试者 我毕业于超凡商学院 成绩优异 拿过全联奖学金 对于这个工作 家伙哥 来 你的咖啡 汤 啊 那个 我还有事 你跟张经理先聊着啊 先走了 哎 家伙 啊 家伙哥 咱们是一家人 那个 等会咱俩 加个微信 日后 长联系 哦 哦 嗯 呃 那个哦 哦 那个我上你啊 哎 好了 先走了 长联系啊 一定要啊 呜呜 你就是嘉宏 哦 对 我们老板准备亲自面试 过来吧 唐总 你好 我是嘉宏 毕业于超凡商学院 成绩优异 拿过 哎 你 嘉宏 嘉宏哥 愣着干嘛 坐呀 我还等你带我吃香喝辣的 妈 这么晚了 路上有点堵车 点个水煮肉片 纳指鸡丁 还有麻婆豆腐 再来一个 双椒兔 那个小姨不是不能吃辣吗 他弟弟喜欢吃不就行了 一个女孩子 就叫这么多干嘛 吃就行了 对了 我听说你们俩买了套房子 正好你弟弟开了家装修公司 你们俩的房子装修啊 就交给他了办法 装修公司 他哪来的钱开公司 哦 我每个人家里的钱 你全给他了 都是一家人 花你点钱怎么 难道把你养大不花钱 就是 再说 我这公司 合伙的不是汤世纪 可是卓修 汤世纪 可是房子的装修 我和小鱼 已经在住餐堂上 选好风格 这是 不行 你就找你弟弟来帮你装修 怎么了 一家人还派坑里不成 好 我们都听阿姨的 得亏我去现场看了 我当初就说了 不让他给我们装修 这才装了一半 风格和我们想要的 根本就是两个东西 而且每个项目都超了预算 这都加了几次钱了 都是一家人 你就不要想多了 范特希 你把吞进去的钱都给我吐出来 什么意思啊 什么叫做吞进去的钱 你还装 你还装是你在乱家钱乱修家 哎呀都是一家人 拿你点钱怎么了 你就不能让着你弟弟啊 从小到大 我哪件事没让着他 凭什么呀 凭什么 凭你是姐姐呀 你就该让着弟弟啊 这是你应该做的 那要是弟弟先出生 是不是小姨就不用让了 要是弟弟先出生啊 就没他的事啊 妈说的对 你一个女孩 嫁得好就行 拿这么多钱干什么 本来 我还指望你掉个金归婿 帮你弟弟飞黄膛大 没想到 你找了个这么扣门的 装修这么点钱 都斤斤计较 你根本都不配 坐家女婿 老范 你给我合同 主管 哎呦 左主管 来来来 左主管 请坐请坐 咱们这个下午 当汤少 您怎么在这儿啊 左主管 您高架的什么 这是汤系之专大手 汤小鱼 汤少 我们刚刚是和您开玩笑的 您当时有大量 别和我们一般技巧 是啊少爷 您也不在乎这点钱对吧 我是不在乎 可是我在乎谁呀 我不想再看到你们 你们好自为之吧 我们走 哎呦 你还把我水中蛇了 不是我还不给钱 怎么有你这种人呢 这种人还想救我 明明是你自己抓到来的 哎哎 大家快来看啊 好帅壮的人 就想跑啊 别拍了 如果是在直播呢 刚刚全程我都录下来了 一定给你主持公道 今天算是挺别的啊 你们好等待后诚的 什么日子走走走 谢谢你啊 没事 完了我要迟到了 先走了 康总 这女孩还挺有意思 哦对了 范密书 关公司有人冒称我女孩 你去查一下 看看你们 一点时间观点都没有 合同合同出错 现在上班时间也不遵守了吧 对不起啊主管 我迟到了 谁说你迟到了 是他们来找了 就是个总裁男友 你也不知道真的假 就是 说什么呢 说什么呢 小金怎么可能说谎呢 行行行 赶紧工作 坐坐 小金啊 咱们公司一直不受总公司重视 我的心里很苦恼 但是现在有了你 就不一样吧 你看什么时候 能把汤 给我们指导指导工作呀 他最近很忙 可能没时间来 是没时间呢 还是根本就是假的呀 就是 康总 查到了 那个女孩叫小景 就在这个咖啡厅 行 我自己去吧 演员呢 你靠不靠谱啊 这么久才没到 你就是小景 我是他 你就是演员 哦 我是汤小鱼 过戏还挺快嘛 就你了 先说好啊 你今天的任务是 装作汤小鱼 假扮我男友一天 这是定金 事后给你结尾款 啊 来不及了 紫紫紫快迟到了 小姐终于来了 这位 就是他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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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 羞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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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嗯 羞儿 羞儿 一边去 我们分公司的王总呢 听说您要来 所以想和您叙叙旧 等这时间 马上就要到 哦 好 王总可是见过君子朋友 我们一会儿看电话 啊 嗯 唐总等会儿还有重要的事 我们就先走了 哟 这么着急走啊 他还有会要开 哟 开会呀 我怕是害怕被我戳穿 想早点跑 什么就说什么呢 啊经理 视频我已经发在我们群里了 这个汤总根本就是假的 他是小锦请的小演员 小锦 小锦原来你这么虚伪 可我这么相信 你就这么确定 我是假的 诏句都在这了 你不会还想说自己这是汤总 哈哈 哎呦 汤总 您能来我们分公司的小聚会 那真是彭壁生辉啊 哎 不是 汤总 你教他什么 放肆 怎么能对总公司的老总指指点点呢 鞠躬啊 汤总 怎么啊 我可没骗你 见面的时候 我就告诉你 谢谢你 谢谢你 我可没骗你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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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